中国又添一个领先全球的大国重器 随后宣布永久禁止出口给任何国家 美国心里已经没底了 要知道 这个重器的诞生将大大提升我国的军事实力 甚至一度要超越美国的军事 美国在听说我国这个神器之后 脸色也是瞬间就变了 本来美国就是靠着军事武器强大而发家的 但是我国这个重器诞生之后 美国将直接失去半壁江山 那么这个重器究竟是什么 它又能让中国的军事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喜欢的朋友视频长按三秒推荐给更多的人观看 随着俄乌战争的愈演愈烈 在乌克兰的军事落到下风的时候 美国实施制裁一轮接着一轮 甚至对俄罗斯的人民群众都开始进行制裁 但是这对俄罗斯的影响根本就是不大 是因为俄罗斯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 所以想要证明一个国大的强大 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 还要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然而让各个国家最为头疼的就 只有战斗机了 战斗机不仅跨越山海 甚至威力不亚于地上的坦克 但是战斗机却拥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这就是战斗机的燃油 它的燃油不像坦克 还有汽车的燃油随处可见 战斗机的燃油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因为战斗机大部分的性能都要靠燃油 所以更高效的燃油成为了所有国家的追求 于是就在最近 中国能源传来了重磅消息 一款3000吨级的加氢反应器 闪亮登场 总长度约为70米 外径长度将近6.15米左右 这个设备对于普通人来说 可能非常陌生 简单点来说 就是这个设备在石油的提炼加工上 有着重大的作用 并且能够将石油行业中难以利用的石油 还有废弃的低质石油通通利用上 从而转化为汽油 还有柴油 要知道石油可是被称之为工业的血液 然而石油也是有好坏之分 就比如说 不好的石油提炼出的重油量就是非 场地 然而好的石油提炼出来的重油量就非常的高 然而世界上的石油是有限的 在这方面上 西方国家就是非常吃香了 他们会将好的优质的石油都留在国内 而将不好的低质的石油全部出口 这让我国在拿到石油之后 大部分都是一些低质的石油 远远不及西方国家石油质量高 然而我国自主研发的加氢反应器直接突破了这一难题 能够将低质的石油转化成高质量的石油 据了解 西方国家在这种石油提取上远远不如我国 通常情况下 西方国家的石油提炼只能达到60%左右 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提取能力将达到80% 为了将这个巨型的加氢反应器安装成功 我国还打破了世界多项记录 由于这个重器真的非常重 当时吊车的能力根本就不足以将它运上岸 于是就动用了两台850吨的行车 和一艘1600吨的浮吊船 才勉强将这个加氢反应运上岸 创下了长江航道货物吊桩的新记录 也成功为我国的石油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但是随之而来的好消息还不止一个 因为最近大量的石油已经流入到了中国 并且让西方国家损失惨重 俄乌冲突在爆发之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开始了长时间的制裁俄罗斯 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 德国直接就宣布 取消和俄罗斯北溪二号的天然气合作 随后其他国家也开始跟上这其中步伐 大部分都是美国在背后捣鬼 其实欧洲很多国家是不愿意的 毕竟俄罗斯可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和原油供应国 将近40%的天然气 还有30%的原油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这其中最惨的还属德国 德国将近一半的能源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电力的价格和天然气的价格突破了历史记录 价格达到了每兆450欧元左右 是俄乌战争没有开始时候的8倍到10倍 而在欧盟制裁俄罗斯之后 全球的油价飞速上涨 涨幅度达到了5% 布伦特原油直接高达130美元关口 而现如今制裁俄罗斯导致欧洲很多国家 买不起原油和天然气 而后为了摆脱这个困境 欧盟开始在世界上寻找大量的能源供给 甚至已经开始开发可再生能源 准备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的依赖 但是这前面的路将是非常困难 而另一边的俄罗斯没有任何困难 因为在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时候 俄罗斯已经开始将能源频繁地向我国靠拢 甚至将石油和天然气下降到比国际价格低好多 直至现在已经签署了多个油气的大订单 这让俄罗斯根本不用发愁 甚至直接导致这场战争输得最惨的就是欧洲国家 所以很多国家只能将低制的石油也加以利用 所以很多国家非朝好我国的加氢反应器 但是我国自从研制成功 之后就宣布禁止出口了 但是根据世界定律 美国将有很大的可能对中国进行打压 毕竟美国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 但是这也要看美国的本事了 而在前段时间 美国就将制裁大大的压在了伊朗身上 毕竟伊朗是一个石油生产出口大国 伊朗石油部长前段时间表态 表示强烈地谴责美国 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美国看见伊朗的石油发展非常好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 于是美国利用制裁让伊朗得不到 因为开采石油产生污染气体的改善设备 导致伊朗只要开采石油 就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